大家看啊,回应速度这么快 河南省通信局撑江约谈,周口联通 为什么回应这么快呢? 因为现在这个也被大家热的热火朝天议论的 河南周口啊,这个联通 为了强迫入户更换光猫啊,或者 强抢名夺 就说你客户没办法上网,断网了 然后让工程师上门维修 谎称光猫坏了,需要啊,花299换新的 更换完以后呢,连通再通过后台恢复用户的网络 其实是他们偷偷的给 给关掉的,他说人家光猫坏了,要换设备 光猫就是一个设备了 一个上网的设备 这个事情被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曝光了 所以说现在热议的最热的就是这个 那,上头有压力了吧 就来说要调查了 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啊 啊,这个 河南连通官方旗舰店直播正在直播中啊 有大量网友冲进直播间在评论区发言 啊,说有没有二手光猫啊,上链接 这是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我不能理解连通的做法 还有人在上面打字幕,都是打工人 不要微博主播等连通回应 你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强盗都已经伪装都不伪装了 凤凤科技在这里捣乱 他说你们谁转发我这一条 我这个抽奖 送 一个299的光猫 评论我就都不服 我就服你凤凰科技 你真的会蹭热度 哎哟 你真行 你可以 牙齿都露出来了现在